早上给兔子搞兔粮的时候 发现他越狱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 他现在特别胖 其实吧 他是怀孕的 马上就要生兔宝宝的 我是这么觉得啊 前段时间不是说要给他配对吗 正好有一个哥们 养了一只宠物兔是公的 所以就放在一起 放了两天 我预计应该是怀孕的 把家里的菜坛子拿出来 给他做个产房 再搞一个台阶 方便他上下 毕竟是怀孕的兔子嘛 再去田里面搞一把稻谷草 给他饱暖啥的都挺不错的 路过邻居家的时候 把他们家的配棋给吓到了 哎 马上要过年了 想想他好可怜啊 我们又要吃猪肉了 真开心 刚把这个草放进去 这个母兔子就已经开始行动了 足以说明 他是真的要生小兔子的 而且之前我怎么抚摸他都没事 最近这段时间 只要是我摸他肚子 他就会提我 还会发出叫声 偶尔还想咬我 所以说我断定 他应该是怀孕的 主要是肚子还这么大 小兄弟 你可千万不要就在这堆草里面生孩子啊 你的产房我都给你布置好了 哎哟 这还挺自觉的 值得要把草往哪里放 不到一会儿的功夫 这个窝就已经被他加工成这个样子了 一趟一趟的 速度还挺快的 之前也没有兔子繁殖的经验 就他目前的各种状态 应该是要生小兔子的吧 这段时间只能抚摸他头 你要是摸他肚子 他马上就会发出叫声 而且还想咬人 不过总体来说 他的性格还是特别好的 很温顺 还有这么多草 他都没有用 估计窝已经加工完成了 等一会儿看一下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把自己身上的毛都扯这么多 放在窝里面 不过这个也是正常情况 基本上兔子繁殖的手 都是这个样子 这个窝目前已经是加工完成了 他已经躺进去的 但是我预计还有五天左右 生小兔子 这几天我们一定要密切关注 一起期待吧